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要市场气氛好 其实他们买的东西都是一些纯粹很概念型的公司 你不会能够真的知道 究竟市场的真实合理估计是哪? 事实上是的 可能不知道怎么计算 这东西都是SPEC 里面 我想真的要投资的时候 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就是你对那个被收购项目 或者一个合并的项目 其实未必真的很了解的 或者正如你所说 即使我了解都好 估值怎么定义 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难度 所以都见得到 最近很多SPEC 当它宣布了一些收购合并的消息的时候 其实那个SPEC的股价 都出现了一个大跌的情况 所以这个都反映了 做到收购合并 其实未必是一件好事 这个都反映了 只要市场觉得这个收购合并 最终带来给投资者的价值 基本上没有之前预期这么理想的话 其实SPEC的股价 都可以有一个很大的跌幅在那里 以及湾文 其实最近是比较多的监管消息出来 就是刚才你都说 很多监管当局都会比较忧虑 会不会有少少 令到一些投资者会有损手的情况 或者有些是夸大了某一些东西等等 然后你见美国证监 其实都潜在会出台政策 就是说你在SPEC交易给一些初期的创始投资者的时候 那个权证就是不会被视为权益工具 反而是当做负债 然后立刻令到那些投资者 可能缩一缩 好ümüím ara最近那些SPEC的热潮 真是缩要低 而我们见到 比如追踪SPEC指数的 Shangets 其实有一个很很大一点 外国的人 大家可以回到IPOX 就是追踪上SPEC的一个指数来的 其实从高位回走差不多两剩多 大家可以打算微量按钮 剛才講的一些主題下去 就是說未落實並舊 以及已公佈並舊之後 相關SPEC股份的價格表現 其實一公佈了 就是這樣倒閉了 而其實整體指數最近都倒閉得厲害 是啊 沒錯 我想剛才Debbie你講了 其中一個市場 我想擔心的就是監管的情況 但是我覺得暫時來說 監管都未入獄的 尤其事上 如果你說將那個應股權證 當作一個負債 不是一個資產 其實我想對SPEC的影響就不是很大的 因為事實上我想最重要的 就是看SPEC究竟找到什麼收購和合併的對象 事實上之前 我想確實是有些炒過龍的情況 因為事實上之前 很多SPEC基本上一上市 已經有一個很明顯的升幅在 但是剛才我們都講了 SPEC本身一開始的時候 只是現金而已 什麼都沒有的 又沒有說到它會收購什麼對象 但是可能它的價錢 都已經在上市之後 升了10%、20% 其實有些比較出奇或者比較怪 因為事實上你沒有理由用 舉個例子有10元現金在售 你沒有理由用11元12元去買10元的現金 所以其實之前市場確實有些過度刺熱 或者有些過度不合理的情況 所以最近出現回讀 我覺得反而是合理很多 當然你剛才提到的重點 有很多SPEC當它宣佈了收購合併的消息之後 股價都有急錯的 其實這個都反映了在這個SPEC 這個板塊上面 其實很多人都是炒一個預期的 當他們提出了一些行業的目標 一些收購對象的時候 反而股價或者SPEC的價錢會大幅上升 但是當完成了 真的已經確定了消息的時候 基本上大家就散水了 所以這個都要留意了 究竟是不是這是一個很typical的情況 很多SPEC都會是這樣的 在未確定之前 反而有概念可以查看 確定了之後 基本上就馬上走人了 所以這個都是買的時候需要留意的地方 好嗎